Yoho,我今天要介紹台灣的水果荔枝 去年託朋友買了兩箱芒果 那今年朋友說有芒果還有荔枝喔 那我就訂了兩箱芒果跟一箱荔枝 那芒果它六月初才有到貨 先到荔枝 那我們今天就先開荔枝給大家看 我第一次啊 買荔枝不知道裡面是怎麼樣 好不好吃之類的 那大家都知道台灣的荔枝是在夏天才有 那現在是5月27號嘛 夏天之前就收到了 所以不知道好不好吃 漂不漂亮 那我要開囉 哇 哇 非常香 啊 它 全部都 塑膠在裡面有一個網狀 然後荔枝不是都會有一隻一隻的 嗯 樹 樹枝嗎 它樹枝全部挑掉變成一顆一顆的 哇 すごい 而且都非常的乾淨 那打開啊 裡面有一張紙啊 它就寫這個荔枝呢 是大樹區果樹產銷班第27班生產的 那是黃明兒女士 謝謝她 那我們這次買的是3公斤的荔枝 2250元 大概是日幣8800多塊左右 那現在就跟我的夥伴來吃吧 三本仙生豆豆 好 ありがとう 順帶一提啊 日本的 日本也有自己生產荔枝喔 最大宗的地方是在 宮崎縣 宮崎縣 第二個呢 是鹿兒島 那我有上網路上去看啊 宮崎縣的荔枝 一公斤就要22000多塊日幣 超貴的 那其實日本的超市啊 我很少看到荔枝耶 幾乎沒有 今年夏天我再仔細看一下 有沒有賣日本的荔枝 我猜應該不是宮崎縣的荔枝 感覺是大陸生產的 宵來日本的荔枝最大宗的話 一定是大陸 第二大宗的話是台灣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很甜 我朋友跟我說台灣去年吧 沒下雨 水羊 水果可能會沒有想像的好 但是意外的好吃喔 荔枝荔枝 對 對 香味很不錯 對 房間開了也一樣 但 皮膚都很香 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中質啊 非常的小 其實一打開的時候啊 看到 它其實顏色啊 綠綠的 但是吃起來啊 很甜 非常好吃 就是一顆吃完會再想吃一顆 那因為三公斤嘛 蠻多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送同事 一些送給三本先生的哥哥 跟姊姊寄給他們 一起跟他們分享 那到時候啊 芒果收到的時候也會開箱給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今日も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の動画 よかったら Goodボタンと チャンネル登録 お願いします 新帝園 谢谢大家收看 西法周识影片的话 请不吝点赞 新帝圆 我们下次见